快看看书里写的什么 对 可能是下一个线索 里面写的什么 卧底就在你身边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难道卧底是 书里真是这么写的 难不成老师就是凶手 不会吧 我和老师一直在一起呢 沙茶当时是和谁一起出去的 和我啊 不是 老师等等阿卫 你拿个刀干嘛 我只是有点害怕 你是不是想杀人灭口 不要恶人先告状啊 书里到底写的什么内容 我都没看到呢 那给你 你看一看 对 给小华看看 我还会骗你们不成 卧槽 真是这样写的 那我相信你 你们也要相信我 你们之中一定有人在说慌 阿卫 你拿刀干嘛 不是啊 我扔了 我只是为了证明我不是凶手 阿卫 老师相信你 沙茶就是因为跟小华一起出去 才会死的 不是啊 老师 老师 你把小华同学他 我早就觉得他表现反常了 他带着沙茶出去就回不来了 现在不把他解决掉 说不定一会凉的就是你 或者我 那可能书上说的也是假的呀 那怎么可能 已经有几位同学遇害了 而且确实在河边找到了线索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不要在意这些了 老师都是为了保护大家 还有不远就回到房子了 这个望远镜真好玩 箱子里放这个干嘛的 老师 你快过来 怎么了 阿卫同学 我怎么好像看到一处村庄 是我眼花了吗 不会吧 你知道有村庄意味着什么吗 望远镜给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会有很多的食物 要是有人会修车的话 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那咱们是不是有救了 真的有一处村庄啊 阿卫 这可是个重大发现 回头必须给你夹鸡腿 太好了 能回家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事不宜迟 咱们快回去 把这两个好消息告诉同学们 两个 难道不是吗 还解决了凶手呢 前面看到公交车了 咱们已经回来了 那边是肉肉同学和南黎同学 你们好啊 我们回来了 家里出现了什么状况没有 他们好像在监视洞穴的状况 哈喽 听到我说话了吗 呀 是老师他们回来了 同学们都没事吧 大家都挺好的 就是听见洞穴里传出了一些声响 先给你们一些食物 大家都饿坏了吧 那就更能说明 小华就是狼人了 什么 对了 小华怎么没回来 这个回头再慢慢给你们说 阿威拿着钥匙去开铁门 对哦 咱们还找到了钥匙呢 大家都一起过来吧 不然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那大家都下去吧 小心点脚下 老师呢 行 我也来了 OK 接着往下面走吧 天呐 这些都是什么 啊 这是些恐吓人的假人吧 天呐 好可怕 这怎么看也不像假的呀 哪里 怎么了 啊 快看 真的开了 太好了 快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吧 说不定又有什么至关重要的线索 好宽